当然同步也来关心了 这之前这个社会案件 真的是疑云重重 武艺难命案 地状截止还有鬼吗 现在是不是越闹越大 社群号召上街 我们先来看看 接下来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其实在6月13号 这个地状截止日 除非有新的市政 是没有办法在地状申请调查 也就是说期限已经到了的意思 那律师许哲伟则说 一般案件并不会特别设定截止的日期 这个决定在实务上 其实真的并不常见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罕见的一个情形 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少的疑点 为什么法医高大臣跟检方 这个调查的结果相差差了这么的多 到底真相是什么 来看看有网友很多人就留言说 中检台中地检署 是不是因为没有证据 只好草草结案了呢 好 也有网友留言说 检掉到底在干嘛 是干什么吃的 真糟糕 还有网友说 社会如此 怎么让人安心啊 这个案子真相 没办法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 司法真相 真的能够还给人民吗 最后一道防线还守得住吗 死因的谜团重重未解 能够解得开吗 其实来看的是呢 这个网友就在领书上头号召 要上街头 要讨真相 讨什么真相 来 他们说要替赖性高中生来讨个公道 社团人数其实超过了5000人 预计呢 要在台北 要在台中 要在高雄 来一起来游行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人的加入 也希望能够唤醒更多 社会焦点的一个观察与支持 那其他来看的是呢 法医高教程 他说目前 因为案件侦查当中 所以呢 请尽心的等待 许哲为这律师 常请调查的证据 还有遗体再度的复印 如果呢 有心人士 意图来制造 这个与中间的对立 他将不再干涉这个案件 毕竟他原本的初心 是希望能够帮助受害者的家属 能够找出真正的真相 抓出真正的凶手 并不是原有的本意 并不是想跟中间来对立嘛 那另外呢 其实来看到的是呢 专案小组目前调查当中 发现比对手机的轨迹 发现呢 下信男子 很少接近赖家 根本很少去 与说辞是不符的 检方许证 也排除他生 那案件疑点重重 担忧 赖声喊冤 落幕吗 现在也扯出了案外案 有一些这个林媒 说他整了这个拨杯 36个洗杯 证实跟高大臣律师猜测方向 是一样的 这位林媒呢 冰冰老师 有人就跳出来说 赖姓高中生 说他惨经什么托梦啊 说他早就在八楼 就已经失去意识 没有在十楼坠楼 他还哭诉说 另外一半透过黑道的背景 恐吓他来逼他结婚 还有就是呢 有这个大帝的机身 杨先生就说 冰冰中逃报 时间到了 他收看这五亿高中生 按新闻的时候 耳边就隐约提到 迷幻药这个字 是不是有人在跟他 或是有 有这个 在听到迷幻药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退休刑警 高仁和也在加码说 透过了冰冰老师 对话赖声 他有问他说 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但对方回答 穿白色衣服 问题是 他说凶手穿白色衣服 但是他事后 又问了监视器的内容 发现 下戏男子 确实是穿着白衣服下楼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吧 连律师听到的都吓到 因为呢 穿了白色衣服 后来坠楼之后 这个衣服的颜色 又是不是跟原本的颜色不一样 衣服颜色都不拢 事实真相又还有哪些疑点 恐怕还必须有待 相关人士的细心抽丝剥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